那相信在座就會說是應該有穿過 RX Cross的史詩 而且對於貝貝改革已經蠻明瞭解了 但在這邊還是很明顯 福德在我們的私家活動開催之前 還是要再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RX Cross的一些商品亮點 那首先在外觀的部分呢 我們RX Cross有一個非常動感的外觀 來傳遞出一個都會小修理的一個鑽石美女 因此在設計裡面上呢 我們這一次是用Solid & Miami 作為它有一個設計與會 在這個設計與會比下 我們可以替RX Cross帶來一個動感活活 而且亮感薄暖的車體外觀 讓消費者可以感受到 我們車子是很安心以外 也帶給它一個活活的感受 另外在前後式設計的部分呢 除了我們RX Cross的前臉跟後臉 都有一個提醒的意向以外 我們透過一個瑞麟的白銀頭燈 搭配上我們一個外國式的LED尾燈設計 來傳遞出我們都會時尚的一個前衛外型 同時在門底錐板的車型呢 也另外有一些像什麼 有一點霧燈啊 剛靠北的燈座 另外提供一些銀色的一個飾板 作為一個裝飾點綴 那在空間的部分呢 也是我們最大的一個亮點之一 我們RX Cross有四百五十八公升的一個後降容器 不管你是要載人還是載物 都完全不會有任何的困難 在車廠的部分 我們RX Cross的車廠大概是四比三左右 這個對於我們一般的 消費對象來說是非常可以 讓它非常容易在路肺中穿梭的 不管是上下班帶路 還是說作為一個通勤 帶小孩子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同時我們透過軸距最大化別的設計 可以創造出2620mm的一個軸距表現 提供我們車內的一個 最舒適的一個乘坐環境 而在後座空間的部分呢 除了我們頭部跟膝部空間 表現都非常有意外 我們也有一個後座 一對兩段型腳底的設計 那這也是同期中唯一搭載的 它才可以創造出六度的一個角度調整 可以滿足我們車內人員的 個性化的一個需求 它想要做比較直挺 做比較鞋 其實都是完全可以讓它輕易的去操控的 最後在洗禮箱空間的部分呢 我們方正的洗禮箱設計 有一個4x58公升的一個最大容量 同時我們也有一個底層 兩段可調的一個隔板設計 可以讓我們的車主在空間預約上 更加的靈魄而且多遠 而現在各位媒體沒有看到畫面上的東西 其實我們都可以在完全放倒後座的 情況底下完全擺上去 像是洗禮箱 然後背包雨傘等等都可以很輕鬆的放進去 而我們可以放那麼多東西其實也要感謝說 我們有一個底層隔板的設計 這個底層隔板可以最多放到兩個20寸的一個等級箱 同時它還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它有一個很移民的一個設計 所以假如說今天想要放一些比較私人的物品 或是有一些名牌包包都可以放在這邊 蓋上幾層隔板之後完全不會有人看到 另外在自肥駕的部分呢 我們全車最多有10個自肥駕 另外比較特別的是我們前座中央的自肥駕 是採用一個高度雙層可調的一個設計 這樣是對於我們在拿去手套 背來來說是非常方便的 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自肥駕其實是用一個比較方正的一個設計感覺 所以像我們台灣度過的一個力勒抱 其實都可以很方便的放進去 完全不會卡住 最後就是在我們內裝的部分呢 我們提供了一個舒適還有個性化 都兼具的一個測試質感表現 那在設計理念上呢 我們這次ZRS Plus 是採用雙層式的一個環長設計 在這個設計理念底下 我們可以提供一個架式 一個它專屬的一個架式空間 同時我們透過上層儀表台 跟旁邊的示板形成的一個延續接線桿 也可以讓我們的前排乘客 有一個很寬闊的SUV空間感受 不會說這是一台小修圓 而就造成我們乘坐上面的一個壓迫感覺 另外在我們乘客最容易接觸到的一個面積 像是溫試板啊還有儀表台的部分 我們都用一個軟質體質去做一個包覆 同時我們也搭配上了大量的鋼琴烤器 還有銀色式板來塑造一個豪華的質感 同時提供一個很舒適的一個觸覺感受 那在儀表板的設計呢 我們也為了符合現在民進客群的一個需求 他們想要一個數位儀表板 所以我們在頂規設計也搭載了一個輕盛數位儀表板 同時這個儀表板也提供了 提供了始終不同的一個畫面選擇的一個模式 所以客人如果想要有不同的一個個性化表現 他也可以依自己的需求去調整不同的一個主題設定 那這邊有一個小驚喜 就是我們全等級的一個儀表板 給我提供生日驚喜 結婚日記憶保養日還有那個驗車日的一個提醒 這個提醒只要在我們車主設定好日期以後 當天第一次發動我們車子的時候呢 他就會直接顯示在我們的儀表板上面 可以帶給我們車主更活潑的一個體驗感受 另外就是在科技配備的部分呢 我們提供一個很便利 而且很安全的一個駕駛體驗 在我們的全測器 都有搭載一個我們TSS的一個主動安全系統 那這就包含了我們的ACC、PCS、AHB 還有車道行司輔助系統 那在頂規車型的話呢 也有提供了一個BSM還有RCTA的後方車設定式系統 最高我們有搭載到29項主被動安全 提供我們車主全方位的一個安全守護 最後就是在科技配備的部分呢 我們全測器都有搭載9吋的一個DRIPOS的一個主機 這個主機也可以提供有限的CPAA功能 滿足我們車主引營娛樂商的一個使用需求 同時我們全測器也有搭載 現進處的EPB電子手插車 還有AUTOHOLE功能 那這邊要跟各位媒體沒有稍微提醒一下 就是我們EPB要解除的話呢 我們一定要記得洗腦安全帶 然後在入D檔跟R檔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自動 新材油門就會解除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洗腦安全帶 那另外在頂規車型呢 我們也有提供一個主機式的電動感應規規 那這也算是我們同期中 我們為大家的一個試驗 那這個試驗可以在我們消費者雙手都是滿 滿有東西的情況底下 可以非常輕鬆 就是打開我們電動門的 非常的優雅 因為我們中規商車型 都有提供的後座出風口的設計 那這其實也是滿足了台灣的一個停後環境 在非常原熱的時候呢 我們後排也不會天氣溫過高 感覺到悶熱的 那最後就是大家應該最關注的一個 我們整個超價體驗 是不是可以符合我們都市上的一個使用需求 那其實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們壓力型化車的帳面數字 可能看起來好像沒有很理想 但是我們在引擎它有變速箱上面 其實是有個非常完美的調教 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試試看我們的加速表現 其實它是非常輕快的 跟Kicks HRP或是第一的相比 我們是完全不會輸的 另外我們在油耗表現的部分呢 我們其實也是可以說我們是同期最佳油耗 每公升可以跑到17.5公里 這對於都市通勤或是一些想要代步來說 它其實可以替車主 省下非常多的一個使用上面的成本 另外就是在懸吊設計的部分呢 我們前後懸吊設計算別採用 賣化身跟扭力感的形式 在這個懸吊搭配底下 我們可以讓車是空間最大化 所以我們也是還可以創造出 我們中和油耳的一個乘坐表現 還有一個幸運相對空間表現 另外在前後懸吊的部分呢 我們都有搭載防晴桿 那這也是同期唯一重量搭載 後防晴桿的一個設計 這樣在我們高速行駛的時候呢 可以最佳的移植我們的車身側行 提供一個最舒適的一個乘坐體驗感受 另外跟我們舊款的一個RS相比 我們的揮轉半徑 基本上可以說是跟舊款RS一模一樣的 僅微微增加0.1公式 這樣子5.2公式的一個揮轉半徑表現 對於我們在都會穿梭或是我們想要揮轉的話呢 其實都是可以非常方便 不會因為我揮轉要揮轉會脫實 而造成我們後方車流的一個堵塞 那最後再跟大家recap一下 我們這次的商品亮點 第一個我們有非常動感的外觀 帶給我們蘆桂小球員 專注的一個魅力感受 以及活潑感 最後另外就是我們這個車式空間表現 不管是乘坐空間 還有在於貨物的後方旗底下空間 其實都是非常有盈的 在這次感質感的部分呢 我們向下RS的部分 我們的質感提升的非常非常多 可以聽到一個同級 最佳的一個測試氛圍感受 那在科技的部分呢 我們安全還有便利 其實都是非常的優移的 運動駕駛最舒適的一個駕駛企業 最後就是超價感受 我們的一個動力表現 還有我們有回轉半徑 以及我們懸吊的一個設定 可以完全滿足 不管是都會 還是在想要為出遊的一個實用需求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我們的一個商品兩點作品 不知道媒體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要先提問的 好那都沒有的話 我就把時間交給我們公關的家會 那接下來會替大家說明我們 事成錄線的一個建議 都可以最初的時間 很容易使用 理解說明 今天我們可以這樣音樂 有단容器 這邊不需要